好 中国的企业从改革开放以来快速成长茁壮 许多企业是激进称霸全球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在这个品牌的知名度上 仍然没有办法蜕变成一颗耀眼的巨星 那带你来看最新的一起美国新闻周刊 就以华为集团为例 称中国企业是平凡的巨人 而中国的企业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够在世界上打出响亮的品牌名号 大家都在看 你或许从没有听过华为集团 他却是中国营收最佳的企业之一 他的通讯产品和服务称霸中国 华为1988年创立资本额不到4000美元 但是现在已经从一个小进口商成长为一个巨人 去年营收增长43% 高达233亿美元 美国商业周刊最近就把华为集团 列为全球前十大具影响力的企业 与苹果 沃尔玛 丰田 以及Google齐名 然而华为的国际知名度却是其中最低的一个 为何具体因中国企业无法造就国际知名度呢 中国企业的商业优势往往定位于低价竞争 而非勇于创新 联想和海尔曾经试图过并购 拥有知名品牌的做法也并不成功 西方公司和中国企业的融合很可能遭遇文化上的冲突 当前的这场金融危机增强了许多中国企业进军全球市场的能力 然而 一年前的三路毒奶粉事件言犹在耳 中国虽然不再是一头昏尘的税尸 但如何蜕变仍然有着漫漫长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